民進黨要惡霸 不同意 民進黨要重選 代頭連喊三句 點名民進黨 碩果良 連勝文 以國會改革之名 宣誓迎戰 反罷免 很多人問我說 民進黨要罷免你 你會不會憂愁啊 我說不會啊 因為這個就是選舉啊 我們再擊退對方 大家說好不好 東罵西罵 找一堆鳥人出來亂 可能我孤陋寡文 我長這麼大 從來沒有聽說過 有任何的城市 因為一個購物中心 罷免一個市場 大家都出來頭 你要戰便來戰 好不好 好 拼下去嘛 我跟Joey 我跟國良講 就是我喜歡他 整整二十分鐘 淘淘不絕 連勝文講到機動處 還拍桌喇叭大爆音 全黨就一人 來迎大動員 前一天侯友宜出席所管紀 傳出韓 講 盧秀燕三人都可能接力 周周宜大咖 但網路攻擊成新戰場 多個網路粉專 秀出謝國良和女兒合照 拆糧團體否認作為 同時拆糧志工也控訴遭肉搜 雙方隔空論證 對於我的家人的某些隱私 被網軍拿來使用 我覺得非常的奮 你一兩座事情就是這樣 無所不用其擠 這惡劣 任何人被所謂的肉搜 我們完全都是不贊成 希望最終是不會寄到 兩萬五成本的這個數字 實在是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 用回憂資料退回 拆糧團體再度重返街頭 教學基隆選委會寄出的查詢單 如何回覆 防堵約2.5萬份連署遭剔除 避免罷免遭沒收 再來新聞 周成輝 問問宣宣 S1小組 基隆報導